好 今天我們開始講新的一章 第五章 因為第五章應該說是很重要的 很有意思的 所以它不應該在上一次那個尾巴上的時間來開講 而是應該是今天來開講這一章 可是今天下雨 同學們來得比較少 你們是好樣的 第五章是多元多維結構的眼色和風型光學 你看一下標題 我們先介紹一個位移項儀定理 那麼作為一個有序結構的一個典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異為光山的眼色 當然它也是一個光山光溥儀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核心的元件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個光山光溥儀 它的色分別本領啊 色上本領啊 這個 角色上 現色上啊等等 接著我們來討論 從一維到二維 二維周期結構的眼色 再到三維 三維周期結構的眼色 那最重要的一個情況就是 X射線射入晶體以後 發生的一個眼色現象 它的眼色的特征 所以這個課題的研究在三個世紀 這個一二十年代 有多位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 我們也可以討論無歸分布的眼色 也可以討論既不是周期結構 又不是無歸分布的 有一定的一個分型規則的 那種自相識結構的眼色 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叫做光山製成像 一個光山 一個光一照塔 在它的一定的距離 會得到那個光山 再一倍的距離 又得到一個光山 這裡沒有透鏡 所以一個無透鏡的一個光山的製成像 那麼從光山眼色的 有很高的一個很尖銳的一個空間的脈衝 所謂主機牆 我們可以把它從概念上 都推廣到這個實域裡頭 時間的一個區域裡頭 來討論一下超短光脈衝 和這個鼠膜的概念 鼠膜的概念 比如說先讓我們來看看 這麼一個圖 就是 就是說 我們在第二章已經學習了 光波的眼色的引論 而且那裡討論了幾個典型的例子 一個單瘋啊 巨孔啊 圓孔啊 弗蘭科菲眼色 所以那邊打交道呢 都是一個單元眼色 當然在 波帶片裡頭 涉及到一個多孔的多環狀的 但是我們那裡 也沒有定量的展開討論 只是討論一些特殊的情況 焦點啊什麼的 這一章我們說要討論多元 多維的眼色 比如說我們現在考慮一個 二維平面上 遊戲單元 這個可能模擬一個細胞 或者一個大分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比如說可以想像成為一個九個原子 組成功一個分子 或者是幾個分子 或者是一個細胞吧 你看 這樣一個單元 這三幅圖是一樣的 但是你看出來了 這三幅圖有什麼不同啊 這幅圖 這幅圖和這幅圖 第一幅圖一看就知道 很規矩 很規則的分布 而且每個單元是有位型的 有型貌的 現在每個單元是 取向都是一樣的 或者說都是可以通過平移的操作 得到另一個單元 這裡你看 每個單元的取向 是混亂的 無序結構 但是它的排列是規則的 排列是規則的 這是一種規則排列的 全統單元規則排列的無序結構 再看這個呢 第三個呢 排列是恐亂的 無規的 但是取向是有序的 取向是有序的 所以這是一個有序的 一個無規結構 那當然如果我們把它想像成為一個 微光的尺度上頭的 納米尺度上頭的 納米尺度上頭的 加一層結構 你是不能夠直接用入眼去判斷的 我們說可以通過眼色 通過眼色 就是因為排列不同 顏色同樣又不一樣 我先說第三種 其實我們沒有自己顯示這樣一個單元 一個細胞的一個顏色圖樣 但是我可以從這幅圖樣看出來 大概一個單細胞的一個圖樣啊 大概也是這樣一個顏色圖樣 因為它們的位置是無規分布的 寂靜於一個非橡幹疊加 無規分布 光層差混亂 香味差混亂 這種橡幹疊加 退化成為一個非橡幹疊加 那麼是強度的N倍起來 所以呢 單細胞的顏色圖樣大概也是這樣 比它弱一點 弱很多 但是如果是無序分布 相當於同化了 各個方向同化了 就變成一個均勻的了 最有意思的是這個 規則有序 你看 從這個圖 過度到這個圖 在這些地方出現了一些新的主機牆 出現了一些很銳的 離散的一個光斑 也是斑 也是斑 當然我現在都講的都是現象 而且你還注意到這一點 這個圖 帶有這個圖的一個影子在裡頭 帶有這個圖的影響在裡頭 你把眼睛瞇起來看看它 試看非看的 這個圖裡頭 帶有這幾個明顯的一個亮板在裡頭 換句話說 這樣一種圖 這樣一種顏色圖樣 這樣一種強度分布 帶有這樣一個單元顏色的一個因子在裡頭 過後我們定量的理論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當然我們這一章討論的傳統單元 多元的結構的顏色不一定是傳統的 也可以是不同的 也可以是不同的 像這個 也可以是不同的 分形的 這是這個分形結構 在這個三分之一的這個中間的一部分塗黑 留下兩邊 留下兩邊裡頭呢 再取三分之一塗黑 三分之一塗黑 再留下兩邊 再留下兩邊裡頭再三分之一塗黑 過程工一個按照分形的結構的 一個定義的話 這是一個1.63尾 這樣一個分形結構 那麼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一個顏色圖樣 可以看到顏色圖樣 當然也還可以是這樣一種的分形結構 所以可以用逐代繁衍的眼光來看它 比如說中心這一塊就是個五代 Mether generation 它是多生多子生了八個 這是第一代八個 這個其中每一代又生了八個 這一代又中文又八個 如果它母隊一起算的話 一代兩代三代四代 這是四代同堂的一個分形結構 這次我都是老老實實去畫出來的 畫出來 我們也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顏色圖樣 顏色圖樣 這就是一種 我們介於那個無規分佈 無序分佈 無序分佈 和規則分佈的一個情況 那麼大家知道這個圖呢 這就比較複雜了 DNA的 雙螺學結構的一個電子顏色圖 好了 那麼 處理這種多元的 多元結構的顏色 一個處理基礎就是相亦未移定 相亦未移定 我這個把剛才的那個圖再 再概括一下 A是規則有序結構 B是規則無序結構 C呢 C呢 C是有序的 無規結構 第一呢既是無規又是無序 這當然是一個傳統單元的 你要知道怎麼叫做排列是規則的 你就是說傳統單元裡頭找一個點為代表 如果這個單元找這個點為代表 那麼另一個單元呢 也找相應的點為代表 找一個點代表它的位置 一個位置一個取向 所以這個位置 是無規的 取向是有序的 而這個位置當然就無規了 這個在凝聚太物理裡頭 是顯然是很關心的 這個這樣一種結構 它們都會在有很不同的 不同的結構都有很顯著的不同的物性 材料的物性 那麼這種不同的結構 至少剛才的顯示 告訴我們 可以通過它的顏色圖樣 來繁衍的分析 推斷出來的一個結構 當然這裡 譬如說這裡顯示的 就是我們即將後面要重點介紹的 一個一維光山 它是 譬如說是一個單縫 規則的排列 周期性的排列 空間周期是低 這當然是透色式 當然也會用這種閃耀光山 反射式的 每一個 細形的一個槽面 作為一個反射單元 作為一個赤波 顏色 在反射式的一個光山 像這種單元的話 我們一提到光山 當然就想到它是一種周期結構 譬如說這裡是一種一維的一個光山 一維周期結構 而且常常是它的單元的個數是很多的 單元的個數是很多的 譬如說每毫米一百條 這是比較低的 每毫米六百條 一千二百條 這個也是常見的 譬如說我們有效的寬度 大地等於五厘米 那麼它的單元的總數是多少 你這麼一層 如果我們取的是每毫米六百條的光山的話 那麼就是三萬條 三萬條 在刻製這麼三萬條的 這樣一個平直的一個槽面 或者是一個單縫 要保持它嚴格的又平又直 又嚴格的周期 這是工藝上都要非常講究的 所以一塊母光山 這個要克制的話 要高精度高穩定 而且很長時間 那當然它的 也相當昂貴 那麼實際上 經常用它做一個 複製的一個本底 製造做一些很多複製的光山 好了 無論是這種有巨大的一個單元個數的一個光山 還是像剛才我們看到的一個單元素並不多的一個 那種結構 或者是封形結構 處理它們的佛南合肥演示場 有一個好的數學方法 那就是位於項以定理 位於項以定理 在一個富南合肥演示系統中 當圖像位於的時候 它在富南合肥演示場 將響應一個像語 定量的光系是這樣子的 位於X0Y0 我們把眼射屏的那個位置呢 那個平面的叫做X0Y0平面 富南合肥演示場呢 當然可以藉著個透鏡的厚焦面接收 像以一樣 Data1Data2 那麼其中Data1呢 一定是-KX0SanCetaE Data2呢 就是-KY0SanCetaE CetaE CetaE就是我們所說的眼射角嘛 一對眼射角決定一個點 K是波數 這就是所謂的位於項以定理 我一向一定 下面呢我們來給出證明和說明 先我們考慮一個點的情況 先考慮我們一個點的情況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圓點有一個赤波圓 發射一個球面波吧 到達這個厚焦面有一個產分部 在P點 如果這個點圓位移到X0 那它也有一個做一個赤波圓 發射球面波到達這裡有一個產分部 這是後焦面 嗯 所以 這兩者的區別 由於它的位移 引起了這個光層不一樣 那麼光層差呢 如果我們考察的是C大方向的一個眼射角 一個長點 一個長點 現在我們先從簡單的情況開始 先考慮一個點的位移 導致的這個 在這個X撇方向的一個 顏色上的一個改變的情況 改變的情況 它們的區別就在這 這個平行做一個垂線 後面等光層 所以呢 就是一個光層差是這一段 這一段呢 光層差就是X0 這個3c 所以這樣子呢 就導致了有個向移 向位的移動 所以點元 如果在O處 在後焦面上有一個顏色產分部 我們用小Uc 那麼位移到X0處 我們叫它是U撇c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就是有一個向移 是有這樣一個光層差 帶來的一個香味差 一個向移 那為什麼這裡要叫負號呢 它是按照我們原來的約定 它是按照我們的原來的約定 嗯 實際的情況 X0是正的手 這個光層是短的 下面這個光層是長的對不對 光層短的 就是位向要超前 超前用負號 明白這意思吧 這樣子這個負號就 從理論上就一致起來了 好 我們再過渡到普遍的情形 圖像的位移 圖像的位移 嗯 譬如說這個圖像原來在比較居中 然後呢我做一個位移 位移時量R0 到這樣一個位置 嗯 位移時量R0 它的直角座標風量是X0Y0 好 這就是一個二維的眼色了 我們普遍的來討論 那麼 顏色長點的位置 用一對角度來標定 西太一西太二方向 那這個我們在聚孔眼色裡頭 已經討論到這種類似的情況 也是做一個垂足 考察那一段的光層 插 再帶來的香味插 嗯 所以說 圓圖像 用一個函數去描述 這個叫做一個脫色率函數 過後我們還可以仔細再說 它產生一個富朗富幣顏色長 由西太一西太 由西太一西太現在究竟是什麼樣 我並不關心 我關心的是 位移以後的圖像 它的圖古力函數當然可以寫成這樣子 因為原來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造成功的一個顏色長 我們用油皮來表示 現在我們關心的是 油皮和油之間的關係 哦 這個式子表達了這樣一種關係 這個式子表達了這樣一種關係 位移X0Y0 那麼帶來一個向移 X0三西太一乘上K 加上一個Y0三西太二乘上一個K 那麼有同學可能這裡有點疑問 為什麼是這樣 那你去複習一下那個巨孔顏色 巨孔的一個富朗河菲顏色 那你已經把這樣一個幾何構圖 以及這樣怎麼算出來的這一對顏色角 分別對應的 是兩個支角風量 以及生發出一個相位相移量的 好 所以這樣一個位移相移定力告訴我們的 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嗯 就是說一個圖像的位移 它的顏色場 它的富朗河菲顏色場 即將響應一個相移 那麼從剛才的裡頭 我們可以注意到兩點 第一點 這個定理只是用富朗河菲顏色 或者說對富朗河菲顏色而言 相移量和位移量的關係 是一種簡單的一個線性關係 出現一個線性的相移因子 歐克斯菲尼爾顏色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一定會出現一個平方關係 嗯 第二點呢 剛才的證明過程當中 其實隱含了一個 這個韓話就是 系統具有空不變性 空間不變性 以這個圖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什麼叫做一個光學系統的空變性 或者是空不變性 或者是空不變性 剛才我們來到說這個相移因子的時候說 這個點源挪到這來以後 它也發出球面波對不對 球面次波也到達這 所以它們的香味擦是由於有了這樣一個光程擦帶來 那如果我這個點源 你得更遠一點呢 對不對 剛才的證明頭已經意味著 就是說這個點源所發射的這樣一個光角的球面波 和這個點源發射的光角的球面波都一樣 都進入我這個光學系統 明白我的意思吧 其實呢 其實呢 由於你這樣一個透鏡的口鏡有限 口鏡有限 如果這個點源離遠了的話 要相當一部分跑出去了對不對 進不了這樣一個後膠面 那這樣一個系統就是一個空間 空變系統 那麼剛才的意思就是說 對我們實際的一個口鏡來說比較大 而我們處理的樣品或者是實際的情況呢 這個地方比較小 所以跑出數據點呢 基本上可以不考慮 基本上維持了叫空不變系統 平移不變量 光學裡頭只是和空間平移打交道 其實在電子學性化裡頭 就是和時間平移打交道 時間的一個平移 一個電子線路裡頭一個不變性 就是指這個線路有穩定性 有具有時間穩定性 時間穩定性就是時間的一個不變性 不變性 現在我們和空間打交道 那蘇利緊急地響應了一個題目 好 響應了一個題目 說讓我們導出這麼一個眼射屏 它的佛納和威眼射屏 這個眼射屏 它的佛納和威眼射屏 因為這個眼射屏呢 五個單元 外面四個是全統的 中間一個方孔是大的 不管是大的也好小的也好 方孔 巨孔富浪和平眼射屏 我們已經有現成公司了 所以你只要考慮 這個是封信 這裡考慮 這個 要考慮這個位移的 這個位移的 這個位移的 借助於我們已經掌握了的 巨孔富浪和平眼射廠的公式 我們那個公式 實際上 它的中心是在坐標原點 請注意 實際上是在坐標原點 所以你用這個方孔的時候 你不能說拿來 在第二章已經學過了 拿來就用 你要貼上一個相依因子 明白我的意思吧 當然這個相依因子就不一樣了 很快就發現 這個相依因子和這個相依因子 是共惡的 共惡的 這個相依因子和這個相依因子 也是共惡的 共惡有什麼好處 兩個共惡的 這個字合啊 就出了一個十數的余懸像 那麼這個具體特導 大家看一下書就行了 這就是 前兩年一次的一個期末考試的題目 期末考試的題目 所以今天你們來聽課好樣的 這種類型的題目 期末考試一定會有一個的 至於我用什麼 用什麼圖 那就 哈哈哈哈 sixth 其中會不會考啊 你看這個 今天這個錫題裡頭 是要 這裡有一道錫題嘛 就是今天第一道錫題 就是要求出這三個圖樣的 富朗和菲野色彩 漢字的王 字母義 還有這麼五個緣口 還有這個錫題 這個上一節就是 你們是03級啊 02級的同學們可熱鬧了 對不對 畫了這個計算機的圖樣非常漂亮 因為我當時說了 完成這道題 能夠用計算機來顯示圖像 那個期末要加分的 要加十分 對不對 看那個畫的水平怎麼樣 機性很高 畫了很多的圖 嗯 嗯 好了 嗯 那現在我們慢慢逼近啊 去討論這個 多元有序結構 我們慢慢逼近這樣一個實際的問題 嗯 好 譬如說現在是有五個 群同單元 那他們 他們各自的位置不一樣 嗯 位置不一樣 下面實際上都是一種數學的一種描寫的問題 一種數學的一個表達的一個能力的問題 嗯 嗯 比如說中心單元產生的一個顏色長 我們把它寫成功 右 小右 那麼周圍的 它分別有位移 一階個 嗯 那實際上呢 就是這個 二階 嗯 這個位移帶來了 相應因子裡頭兩項 一項是和其他一方向相聯繫 一個是其他二方向相聯繫 嗯 所以這樣一個顏色長呢 就組成功是這個情況 嗯 第一個添加一個相應因子 第二個也添加一個自己的相應因子 第三個 簡單可以看得出來有一個公因子 有一個公因子 香港底價 香港底價 N個 N個 香港底價 那麼又的公因子提出來了 所以說實際上 單元的顏色因子 單元的顏色長就是做一個公因子 在外頭 裡頭真的要算的要處理的 就是那些相應因量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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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 括號裡頭的 正決定了 決定於 每一個單元所屬的位置 以及這些單元 一個 一個分布 一個空間的一個分布 所以常常 把它改寫成為這樣兩個因子的相處 如果含N個全統單元的顏色品 它產生的 弗朗赫皮顏色產 我們更喜歡把它寫成為兩個因子相處 這第一個 U 小U 我們叫它是單元顏色因子 如果這個單元是孔形的 我們也可以簡單說它是一個形狀因子 什麼孔 後面這個 一下 Structure 我們叫它是結構因子 結構因子 它取決於這種單元的一種 分布 分布因子 當然實際上這個裡頭 是已經考慮了一個 有序結構 一個 一個 一個有序 傳統單元有序排列 但是它的位置是可能 是各種各樣的情況 所以N個傳統單元有序的排列 它的弗朗赫皮顏色產 定性看就是等於單元因子 乘上它的結構因子 那麼我們這樣看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說顏色產的主要特征 分別決定於這兩個因子 尤其對於光山的這種顏色產 它不僅是N個傳統單元 而且是規則排列 那麼它的特征當中的主要方面 決定於這個結構因子 結構因子 雖然單元因子 可能簡單 也可能複雜 可能已知 也可能未知 但是我們要把結構因子 弄出來的話 那麼主要特征就抓住了 好 好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 它的結構因子是什麼樣的 把剛才這樣一個概念 和那個一般性的公式 應用到一個 有序的規則排列的 一個光山升上去 這就可以 我們從一個 一圍的一個多縫光山 來 來計算去 我們說到一圍實際上就是說 這個周期性的排列 是在這樣一個方向 X方向有周期性 Y方向沒有周期性 Y方向就是一個 垂直的一個 一個透光的縫 還有閉光的 也是一個垂直的一個條 直條 剛才說了 這個空間周期是低 低的話 就是這兩個相鄰的這個 單縫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用對應點來算的 你是從上邊緣 算這個到這個上邊緣也是低 下邊緣到這個下邊緣也是低 中間這一點到下面中間這一點 是低 所以這個空間就是 是單元裡頭的對應點 相鄰的 單元的 對應點之間的距離 如果多分的話 當然它有透光部分 也有閉光部分 但是我們後面也看到了 關鍵樹小D在起作用 好 那麼現在的單元就是單縫 所以它的演示音質 我們已經知道了 是3α orα α是這麼 πA3θρ orρ 結構音質 為了簡單其間 我把這個N個縫編號 我現在1號就是從頂上開始編 1號 2號 3號 4號 一直變到N號 那麼我可以拿第一個單縫 單元演示 做參考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向下位一個地 再向下位一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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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相應呢就有個相影量 這些相影量把它加起來 括號起來 就是我們所要的一個結構音質 嗯 嗯 因為寫下位一個吧 就會變成正的 所以呢 第一個是1 供應值提出去 向1 再向1 那這個2Δ 再向1 點點點 嗯 其中這個 其中這個 像1量δ 等於 kd3θ 那也就是我們所習慣的 2π λ 光層差 就是d3θ 或者說現在的x0是負 負地 x0是負地 所以負地原來一個公式都有個負號 叫負的正 D3C 好了 所以這個結構音質裡頭呢 是這麼一個N一個相的疊加 一眼就看出來 它是一個等比級數 等比級數 按照等比級數的一個求和的公式 就得到了 結構音質 是一個簡單的 是這麼個 結果 1-7EINΔ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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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結果還可以改寫成更好的形式 更好的 出來個三NβO3Β 這個β是一個中量 就等於二分之 δ 也就是πd3θΩΔΝΔλ 原來那個單風眼射裏頭那個中量 α 是πd3θΔλ 這個a呢就是單風的寬度 現在呢這個多風的 一維光沙 這個β等於πd3θΔΔλ 这个第一是光伤的空间周期 另外注意 不是SanαOα那种数学形式了 是SanαOαΣβ 当然这里头还出现了一个系数 有的时候不关心 有的时候也关心 不管关心不关心 它就是这个结果 同学们你们会不会 从这个式子能够变成过这个式子会不会 不会的话 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或者是公式 推荐一个有用的公式 黄氏以后你碰到这么一个量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么一个量 也就是说用矢量图解法 1 我把这一段矢量叫1 相当于它的相位是0 然后第二项EIΣΣ 那就相位角 相角是Σ 这个长度还是1 1 那我现在要的是1减去EIΣ 那要的是这个式量 对不对 要的是算的时候 这个式量就等于1减去EIΣ 那么你几乎这个图 就可以证明这个公式 证明这个公式 那很显然吗 你看这个长度 长度是这个东西的两倍 这一段的两倍 这一段呢 就是这边是E嘛 所以是上二分之Σ 两倍 那么这些东西 负号都是这个角出来的 Σ撇出来的 因为这个式量是 式量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向角啊 是一个Σ撇 Σ撇是负值 那么Σ撇就等于这个角 是不是这样说 这个角呢就等于90度 减去这个二分之Σ 这样就得到了 那你有了这个公式以后 你就你看 这个分母分子 这个分母分子 这个分母和分子啊 都是1减去E Σ这样一种形式 那么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就这个结果 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 适用于这种存款 使用于其他恐型的一维观赏 并不一定限于 是一个多缝观赏 因为它们的区别 就是单元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单元是巨孔 这个单元是圆孔 这个单元是三角孔 这个单元是一个软型的 但是它们的结构因子是一样的 所以区别在于这些单元因子不同 有的我们知道了 有的我们还不知道 有的会去查结果的 所以共同的是结构因子 结构因子总是3NβO3Nβ 所以我可以预料 它们的强度分布 都是这样一个平方向在起作用 3NβO3Nβ 口号的一个平方 当然单元的也是因子 不是没有作用 有作用 作用就在这样嘛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 规则排列的 有序的规则排列的图 它的分布里头 带有了单元也是因子 加一个影响在里头 一种调制的作用 调制的作用 这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得更加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又回到 这个一围的都峰的一个观赏吧 我们只考察在这个 一个方向上的演示 所以把希塔一希塔二的 长点的两个变量 退化成一个变量 这也是我们原来在第二张里头 熟悉了的 那么最后可观测的 就是光墙 颜色强度分布 如果是单峰的话 那么这个因子是知道的 3αΩα平方 结构因子 总是3αΩα平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叫做强度的单元因子 就平方起来 这个叫做强度的结构因子 具体到我们这个一围多缝的光沙里头呢 就是一个单缝的一个演示因子 这个是凤间的一个干涉因子 凤间干涉因子 也就是那些相位叠加 相干叠加 就是干涉 那我们书里头呢 还讲了一下 这个强度公式呢 也可以借助矢量图解法 矢量图解法 到达厚焦面 同一个点的 一定是从这个光山发射出来的 同一个方向的一个演示波 那么它们的光沙差别 依次落后同样的一个数字 那么相当于相位呢 依次改变一个数字 所以一个两个 依次改变 一二三四五 这个相当于五峰的 而我们最重要的 矢量图解的合成矢量 在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边缘的这些小矢量 构成过一个正的多边形 正的多边形 相当于相应的有一个半径 有一个半径 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穴 这就可以像那个弹风里头 那样子弄出来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那这个图呢就显示了一个 这个图显示了一个 N缝 周期排列的 这个强度风 第一个就是当风了 我们说习惯的 熟悉的 双风会出现一个 在原来当风的零级斑里头 会出现新的一些亮斑 亮斑 而在第二个 刺激墙的那个 脚范围里头会出现一些新的亮斑 但是这些都是很弱的 如果随着凤数的增加 就像大家在视角实验室里头看的 那么会出现一些 阻击墙中间会出现一些刺激墙 当然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案板 有多少个刺的 有多少个暗的 这个都可以算出来的 如果到了光山 那个恩户单约是很多很多了 刚才说了 成千三万条 这是单缝的 这是两缝 三缝 四缝 五缝 六缝 这是点光源 平行光照明的 如果是一个线光源照明 那么会拉成一条线 那么三缝是单缝的 双缝 现光源有不同方向的 它们创起来了 如果这个是像光山这样子 那那些四缝墙都是显示不出来的 主要就是几个主机墙 来很明亮的 很尖锐的 出现在很黑的一个背景上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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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